我们说到往生者留给子孙的秋悲集 现在也有人敢偷 这是在彰化的西州成功村有一户民宅 屋主呢 刚刚历经的亲人故事都已经够悲伤了 结果呢 小偷趁着屋主出门的时候 竟然闯空门偷往生者的秋悲集 那么气愤的屋主呢 在网路上公布窃贼的样貌 要大家揪贼 民宿专家也说了 偷了这种秋悲集呢 等于是拿了不义之才会招来霉运的 男子戴着黑色手套 有备而来闯空门 他第一次潜入民宅内 心虚的往外探了探 以为有人经过 进去不到一分钟 匆匆跑了出来 之后他二度折返 沿路拉门试图从偏门进到屋内 尝试了几次没办法 又绕到后巷子一无所获 最后从中间的旅门再度进到屋内 逗留了大约三分钟之后夺门而出 手里头抓的竟是往生者 留给子孙的首尾钱 怎么连这种钱都敢偷啊 家属气愤的公布嫌犯样貌 要大家忍肉搜索揪人 其俗中 手尾钱是往生者留给子孙的钱 通常用红包抓了8888 放在往生者口袋 后代子孙可用来买房买黄金 钱滚钱 把往生者赐给别人子孙的首尾钱也敢偷 恐怕不止招来美运 彰化警方看了这段监视器说 短时间一定抓到人 依照怯道罪依法送班 综合报道